辽阳古城香平 是一座有着24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 悠久的历史传承 深厚的文化积淀 共同赋予这座古城 非同寻常的东方神韵 老城养育出来的人民 创造着令人折服的美食 更懂得这美食背后 根植于内心的情感 南郊街上有一家餐馆 取名小五灌肠馆 葱油梨脊是一道 再寻尝不过的家常菜了 主要食材是常见的葱姜和梨脊肉 再配上适量的酱油 白糖 料酒等调味 梨脊具有补肾强身 滋阴润脏 风肌则肤的作用 凡病后体虚 产后血虚 皆可用之做营养滋补制品 精选猪梨脊 将梨脊肉洗净 肉切成大片 这道菜的梨脊 将经过两次改刀的过程 油片切条 再油条切断 这样才能使得梨脊 更快入味和成熟 大葱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经常吸烟饮酒的难事 可尝试此菜 还有重阳补甚至功效 将葱姜切丝 量要比平时炒菜时用得多些 装盘备用 将切好的梨脊 用胡椒 盐 味精等调料 搅拌均匀 味上一段时间 以便入味 再用淀粉加水 和成相对稀的汤芡 将喂好的肉段 倒入其中 沾上均匀的淀粉芡 就可以准备下锅了 将炒锅至旺火上 加油烧热 将肉段慢慢分批次 投入油锅 小火烹炸 待肉段变黄酥软后 捞出即可 炸过的肉段 沥油后 上下清点几下 这样可以更快地散进油温 使肉段变得慢酥里嫩 再在锅中加入酱油和糖翻炒 倒入梨脊 进行上色 在盛出的梨脊上 铺上香葱段 以备后用 料酒 葱 姜 蒜 等佐料 以翻炒 再放入淀粉勾芡 以使口感腻化 小五做的菜工序简单 省时 客人不用久等 总会在第一时间 吃到可口的饭菜 味道熟悉 但却还是有些独特的精妙之处 就像这道特色炒肝 普通的猪肝经过小五一炒 看上去 汁油亮红 味浓不腻 稀而不屑 十分诱人 小五家的灌场 也很有名 手艺传自于 小五媳妇的娘家 起初为手工剁肉相 近年 菜改良做法 虽然父亲早已过世 但小五夫妇 每日清晨 仍会演习副辈的做法 今天早上是我去买它 鲸肉必须得经过 我学好之后 必须得是 春节 所有春节就是鲸肉 不剁碎的吧 肉不入味 剁碎的 剁碎的吧 没有口感 研究实践的父辈们 正是有了他们的付出 才有了我们今天的 一道道美美佳肴 夜晚的小店里 忙碌的一天的夫妻俩 有些疲惫 但依旧有说有笑 收拾打压 这个起初三千元资金 启动的小店 如今已被夫妻俩 做得风生水起 小五媳妇对美食没有苛求 却十分钟爱小五做的菜 特别是鱼香肉丝 我问你个事呗 嗯 什么说 我问你们 你这个鱼盐 要是我一口就能吃出来 嗯 不知道啊 我就正常弄的嘛 谢谢 嗯 谢谢 你知道我爱吃糖 还爱吃酱 所以你就特意多棒了点 嗯 没没没 我 我 我跟美人特意弄这么多的 跟你也这么多的 不一样 如果小五与其他厨师 同时做出这道鱼香肉丝来 小五媳妇总会飞快地 用味蕾识别出 哪个是丈夫做的 她害羞地告诉我了 她爱吃甜 而小五给她做烧的菜时 总会有意地多放些糖 原来 这不是普通的鱼香肉丝 更是因为小五做的菜里 有他们两个人 爱的味道 我当 你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